马太福音26章4041节 来到门徒那里,见他们睡着了,就对彼得说 怎么样,你们不能同我警醒骗食吗? 总要警醒祷告,免得入了迷惑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,肉体却软弱了 耶稣和门徒一同来到克西玛尼 后来耶稣要三个门徒警醒等候,自己往前去祷告 祷告后,回来看到门徒都睡着了 就要彼得和门徒们警醒祷告,免得入了迷惑 怎么样,不是疑问或惊叹的意思,而是如此 怎么样的意思,片时原文也可以翻译成一个小时 入了迷惑是进入的意思,而迷惑是试探的意思 只要撒旦存在的一天,试探是不可能没有的 但是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,就提到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这里的遇见也应该翻译作进入 而耶稣在克西玛尼告诉门徒 总要警醒祷告,免得入了迷惑 所以,警醒祷告是让我们不至于进入试探 不给魔鬼留地步的秘诀 所以,警醒祷告,免得入了迷惑